本台消息 11月20号 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第十次会议 以视频方式举办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 分别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 对会议的召开 表示热烈祝贺 他说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中国关系经受住 国际风云变换的严峻考验 始终保持高水平发展 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典范 对实现全球稳定发展的战略价值 更加凸显 明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中方愿同俄方 共同把握历史大势 坚定发展永久牧林友好 全面战略协作 互利合作共赢的中俄关系 有利促进两国各自发展振兴 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习近平指出 中国共产党和统一俄罗斯党交流合作 是新时代中俄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 已发展成为两国巩固政治互信 密切战略协作 推进互利合作的独特渠道和平台 希望两党以对话机制第十次会议为契机 展现大国大党责任担当 丰富新时期交往内涵 开创机制化交流合作新局面 为促进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发展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更大力量 普京在贺信中表示 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两国正共同推进经济 交通 能源 人文等领域 诸多大型合作项目 通过双边渠道以及上海合作组织 金庄国家等多边机制协调立场 解决重大国际问题 推动建设更加公正民主的国际秩序 统一俄罗斯党和中国共产党 作为俄中执政党 开展着高水平建设性互动 促进两国多领域合作快速发展 两党中央机关和地方机构 保持机制化交往 围绕党的建设 立法和社会等领域工作 交流友谊经验 就双边和国际议程中的 一系列现实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相信俄中执政党对话机制 第十次会议开展的对话 将富有内涵 具有建设性 进一步推动深化俄中之间 卓有成效的合作